穿着大衣 戴着口罩帽子 瘦高的身材走在哈佛大学内 这位是 市长刚刚演讲完今 心情轻松一点了吧 50% 因为还有一场 原来趁着两场演讲的控匣 高中市长韩国瑜和夫人李嘉芬 一行人 抽空逛哈佛小园 这在多久了 看看市长夫人就像情侣般 李嘉芬不时主动挽着另一半的手 遇到美景 还会开心合影 看起来超甜蜜 也让韩国瑜一下年轻好几岁 不只英文问号 来到明朝赠送的古迹 韩国瑜非常有兴趣 要和大家一起拍照 还学起老外用这招 他是龙首龟身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通通来一下 通通来一下 接着来到哈佛大学 著名三谎雕像 据传摸了铜像脚 愿望就会实现 也因此脚底都被摸得亮亮的 韩国瑜马上发挥幽默感 逼得同行的立委不得不着 尽管这段直播影片 台湾当地是清晨 但还是受到许多网友追踪 韩国瑜本人也回应打趣 为了这趟美国行 他可是有认真在学习 还说现在英文 应该只有高雄枪 没有扭进枪了吧 都不难推测 他的心情真的不错 谢谢严静宇 美国综合报道